有请 男嘉宾小刘24岁来自吉林 各体来 有请小刘 有请 女嘉宾小刘27岁 同样来自吉林 宠物美容室 来 有请 有请小刘 欢迎两位 你女朋友 对 我女朋友 大你三岁 大我三岁 是说平常她的妆 都是你给化吗 对 我已经给她化四年了 真的假的 是的 你这上面个体 你的职业是化妆师吗 不是 我自己开了个棋牌室 棋牌室 你那会儿是想做化妆师的是吧 那会儿也 她就是喜欢化妆 根本就不是想做什么化妆师 就是喜欢 对 你就找到化了 那是我喜欢吗 你自己也不显现的吗 我每次不都 就下开始的时候 是你想给我化妆 又不是我主动找你给我化妆 我什么时候想给你化妆了 是不是你天天逼我给你化妆 你不是说我这儿化的不好 十点出门 你九点就让我给你化妆 我十一点化不完 你就得十二点走 对不对 那我化不完妆 我怎么出门啊 我不能化一半 我那一半楼那儿啊 你是不是女的 我是不是女的 你不知道吗 你是 你是女的 自己不会化吗 不光是化妆 成天说我闲她爱 穿十五厘米高个鞋出去 外国多少回来 你自己不知道吗 那她说我 她说我啊 中老年的长相配个未成年的个头 我什么时候说你中老年的长相配个未成年的个头 不是说你 总说我啊 这儿长得不好 那儿长得不好 个儿又矮了 为了给你出门 我穿了高跟鞋出去 还怎么的 我还说咋不白死你啊 我什么时候说过那话啊 但是我上班的时候我也不这么穿呢 你上班不这么穿 你咋穿 我是做宠物美容的嘛 然后我上班的时候就是都是穿平等鞋 你可别提你那宠物美容了 客人把那狗寄养在他那嘎子了 你说你就高店里吧 你往家整那玩意 那不是我不在家吗 我要回娘家 我就放他家放两天 结果把狗给我整丢了 你问问他是怎么丢的 我是故意整丢的吗 你也不知道那狗是啥样吗 我两天没在家 你两天不在家 我有自己的活吗 我也要干吗 我两天不回家 你就两天不回家 那狗没饿死都是奇迹 倒怪不得丢了 你还说那狗饿死 你拉里满屋都是谁手势啊 那屋一进去都感受 农村的猪圈那味了 能带人吗 那不得开门撂风吗 我知道那狗他从门就能跑了 我又不是那狗 那狗是长腿的 长腿的我都从门跑 他没长思想 你还没长思想吗 他没脑子 你还没有脑子吗 那狗都做的事 那是那俩东西不都让那狗给巴打了吗 那狗饿瓢陪啥的呀 你要是喂他点吃 你以为那狗吗 把小老鼠上登台呢 我不是给他故意拯救的 那拯救了就赔他钱吧 钱不也赔了吗 能咋的呀 人家不信他 赔了你还说那些干啥呀 都说那啥 都说我工作 我工作再怎么不好 我也没有夜夜不回家的时候 你现在呢 我天天不回家了 你回家吗 我回家你知道吗 你睡着人家糊糊打糊了 喊喊了调那么长 天天回去的时候都是后半夜了 有的时候还喝了点酒回去 我愿意喝酒嘛 我是做棋牌室的 天天有人给我那块娃 喝完酒回去 喝完了酒回去 躺我家狗窝那个啊 跟狗睡 那我不是喝多了吗 你睡着干啥糊糊的 踹都踹不起啊 我咋睡 那狗窝比船上的脑子 这么一听啊 你们俩生活的其实还挺有情趣的 是吧 就生活了也不会真急 对吧 我看他说你还挺高兴的 他刚开始的时候 还是挺能陪着我的 现在 现在就是没有时间陪我 就是以前爸 回家的时候 走去暗温暖的 现在 谁没时间陪你啊 我天天不得用 你要不要说话吧 最碎的 就是回家的时候 基本上看不着的人 回家了 我不得干活嘛 我不干活哪来的钱呢 吃啥喝啥吃空气啊 你回来吧 他以前 就你们刚认识的时候 他嘴就这么快嘛 这么利害 不对 刚开始不这样 后来怎么就变成这样 跟谁学的呢 后来是因为他上班的时候 在那个就是棋盘室里嘛 他有那些就是那种 那个角色扮演 然后就是练续越来越黑 越来越黑 棋盘室怎么还有 就我为了我跟棋盘室 天天都有竞争嘛 我那跟起来 基本上都是棋盘室 天天都竞争嘛 我为了让我自己的店 有点特色 招客人嘛 我就演这个演那个的 穿他们的衣服 然后模仿他们就来过 模仿小沈阳 穿人衣服 天天走到蹦打的 你模仿一个 给我们看看 回家还蹦着呢 模仿一个吧 不想模仿小沈阳 那你模仿个其他人 模仿了宋小宝吧 就模仿那个雨露君瞻那段 雨露君瞻那段 雨露君瞻 哎呀 你们这个台上看着笑 其实你细想一下 也挺心酸的 当然了 我一位老爷们 开棋拍室的 他为了揽生意 他得这么学 你看是吧 你心里委屈哈 他问问你 你们相处也五年了 为什么不结婚呢 因为两个人 一直都没有什么积蓄嘛 因为我们两个家里 都是农村的 也不想给家里 太大的压力 因为我们还不到三十嘛 还不到尔利之年 我们想再奋斗两年 别奋斗了 什么都有了 你们俩感情没了 三年前打算奋斗两年 两年之后 带别人回家了 有一次 我看到手机的时候 一个女孩给他翻印记 我问他是谁 他说 他说是那个他同事 就说那个秦婉设计的同事 晚上我就没在意 然后我看晚上又给他发了 我看给他发的晚 我睡了 那个 他给你回一个 睡吧 我也睡了吧 然后 多正常啊 就发个晚 发个晚正常 你给人挑衣服 挑睡衣还是 还不是挑衣服 我给谁挑睡衣了 你买睡衣说 你叫我给你挑过吗 你有时间陪我吗 最近这二年 你还有时间在陪我吗 天天忙着这个 忙着那个 然后 没有时间陪我 发个微信 很长时间在回我 年轻女孩也发个微信 急忙拿手机就回过去了 不然现在睡衣 这个睡衣好看 你说我穿哪个好看 然后他给人一顿 一顿说 咱就说了半天 也不知道我看的是啥 等我看的时候 聊天一路都删了 这不是最可惜的 最可惜的是 他居然带那个女孩回家了 我们是聚餐 然后都喝了点酒嘛 然后他本来就在我 那个棋盘室工作 然后都喝多了 他晚上说没地方住 我问他跟我去吧 然后就到我家了 很正常嘛 我就连一个 你在吗 我不在 那你怎么知道的 他还是带着回的老家 回去跟他 跟他就是发小 属于同学发小 一起一起去玩去了 回去两天 去完事过来 那我没带你回去 我不是也带你回过家吗 那你为啥 每次走之前都找个借口 给我吵一下 不回家呀 我什么时候跟你吵了 每次都是吵完架了 就不回家 然后就下楼 下楼电话就不接了 半夜的时候给他打电话 我睡觉了 我不忙吗 我不忙吗 那你跟我说 你在起玩事的时候 你在哪 你是跟那女孩在家吧 我不怕你多心吗 你不说我就不知道了吗 你等于是带着你那个同事 回了老家 回了两天是吗 对 行 那个小伙子明确回答几个问题 好不好 好 心里还有他吗 要 还想娶他吗 想 能马上娶他吗 能 能啊 你回答你好牵强 你想娶我吗 还是想娶他呀 你考虑好了吗 要娶谁 娶你 都到这个程度了 就是你们在生活里 你都在你的心里 已经发展到这个程度 就是说 你需要跟那个女孩 做比较了 有一次我让他 把那女孩闪了 他说闪了 然后 我就在同情记录里 又看见了 然后我就 备注上都有电话的 我就打过去了 问那个女孩 我说你是谁 然后那个女孩说 我是谁就不用管了 我说的 我说跟他学过宴 我说你俩是什么关系 我俩是什么关系 你可以问他去 这个事你别问我 我也不可能跟你说 咱俩见不了面 完了那个 我问他 他也不说 就说是朋友 然后 说山了 然后又找着了 他也不给我解释 一直 一直就是 那个老说 这事不放 怎么怎么地的 问题是我们两个 现在已经不联系了 不联系了 什么概念 什么意义 你明白不 咱俩吵架 有多久了 你俩联不联系 我知道吗 你会告诉我吗 以前就说不联系 这二年 你断过联系吗 现在已经 基本上不说话了 还在你那工作吗 不在了 就因为这个女孩 我已经不打算 干这个期盼事了 那为什么你跟她 就是个普通的 这个同事关系 我怕她多心 因为就是 普通的同事关系 我就怕她多心 所以这个期盼事 我已经不打算干了 那那个女孩 为什么对于 这个期盼事 这么重要呢 是你们要搭档 演节目吗 还是什么呀 对 我扮演的那些 我们两个都是 一起穿一样的衣服 然后给顾客 端茶倒水什么的 给人家送餐 那位演出搭档 女生这坎儿 有点过不去是吧 对 闹矛盾有多久了 有快七一年 就一位新女生 吵了好几次架了 说了两次分手了 就为这个女生 对 谁提出分手了 我 她什么意见呢 她不想分 不想分 你喜欢这老妹什么呀 爱她 你爱她什么 关注 关心我 平时我跟她 怎么吵 怎么闹 从来不真正地 去跟我生气 就是包容你呗 那你喜欢这找的什么呀 我喜欢她 就是我俩 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然后一起打听到现在 她乍开始对我是 无微不至的关怀 就是每天回去 甚至连脚都给我洗 就是现在 完全找不到 日子变好了 对 情感变淡了 对 你觉得这个人变了 是吧 对 至少对你变了 对不对 就是她对更多的耐心 我不知道她是给了谁 这个我这么问啊 姑娘 我假设啊 我只是假设 就假设这小子 曾经这个心不在你这儿 人也不在你这儿 但是这事过去了 后来她发现 还是你好 那不过是一场荒唐 你能原谅她吗 自行车被别人 骑一圈送回来了呗 我不要了 不要了啊 好 姑娘的态度已经有了 你听明白了 好了 你们看看应该怎么办啊 一起进入秋笔特问卷 黄红兄 这是一个大悲剧啊 对 习中带累的 刚才确实让我们很乐 你嘴皮子也很溜 但有一点我们也看明白了 演戏演着演着 好像有点眼睛了 您能坦荡地说 你和那个女的 有没有关系 没关系 真的没发生过 男女朋友那种 真的没有 但是您能理解她的心情吗 能 因为任何一个女性 她在感情问题上 绝对是知识的 你也能先自问一下 像你这样 开棋拍式的 又喜欢演 又这么能说 对很多女性是有吸引力的 你能做到 常在河边走 就是不失贤吗 我们都是男人 我们有时候确实是 自己如果一旦把握不住的话 在感情问题上 有时候真进不去诱惑 所以这一点 你女朋友说的没错 她对你也是一种提醒 另外我问一下你女朋友 她这么会说 你们平时这么交流吗 平时交流就很少吧 也就是刚才你说的两年当中 几乎你们两个人 没什么交流 她当然说自己很忙 这就是一个问题的所在 不管是婚前的恋情 还是婚后的感情 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纽带 就是相互之间经常交流 你们男朋友外面这么能说会到 到了家里以后 你感觉话在外面全部说完了 家里就没话说了 而且这个时候 她内心的反差是很大的 她知道你很会说 到了我面前 你就没话说 所以你们两个人的关键问题是 还是需要经常性的交流 就像你外面和人家这么交流 大家这么开心 如果你在外面这样的一种交流方式 让大家这么开心 今天我们现场感觉很开心 现在感觉到很沉重了 如果你以这样的方式 和女朋友在家里 经常这样交流的话 她会很开心 会更加的爱你 好吧 好 谢谢 谢谢包包兄 追踪 的确前半段听得很开心 但为什么不能笑到最后呢 就像很多的情侣 只能共苦 不能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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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都有一颗酸楚的内心 当她在台上表演的时候 我们台下的人笑得前仰后合 也许这个喜剧演员内心正在滴血 这才是一个喜剧演员真正应有的状态 我们说幽默是一种肤浅的深刻 它看似肤浅 但其实蕴含着生活当中的酸楚和道路 但是幽默只可以成为一种节目的体现方式 或者是偶尔为之的一种谈吐 却不能成为生活的全部 如果幽默成为生活的全部 那么幽默就只剩下肤浅和轻浅 把日子过成了一个笑话 就像男生已经把今天当成了一次表演 他已经分不清楚生活和表演之间的界限 他已经分不清楚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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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이�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ouver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